嗨大家好,我是酷吉拉 说到悉尼最有名的动物园 那就不得不提到塔隆嘎柱 不过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可以在动物园里面住一天 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 早上起床打开窗户 就可以看到考拉的感觉吧 顺着动物园大门左侧 往前走100米 咱们就来到了这个 位于动物园另外一侧的 野生动物度假村 围绕着中间拥有各种小动物的庭院 是62间不同景色的房间 这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度假村 是由塔隆嘎保护协会 这个非盈利组织所经营和拥有的 也就是说这里的每一笔收入 都会为动物的保护 护理以及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 现在咱们的房间卡也拿到了 那么咱们去看看 咱们的房间是什么样子吧 这个塔隆嘎野生动物度假村里面 分别有四种房间 价格从低到高分别是 树林景房 动物景房 海港景房 还有树顶景房 为什么树顶景房最贵呢 因为只有树顶景房是四人间 比较适合带孩子的小伙伴 那像枯吉娃肯定要选这个动物景房 现在咱们的窗外就是一只正在睡觉的考拉 A few moments later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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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考拉一天要睡18个小时 所以能在你面前动一下的话 就非常的稀有 真的没有想到可以直接在窗户外面 就这么拿着三脚架拍考拉 我感觉这个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不过这里推荐小伙伴们最好要夏天来 因为看考拉的时候要长期开着窗户 如果冬天的话就会比较冷 除此之外 如果是也想来体验一下的小伙伴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动物房只可以保证窗外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 但并不能一定保证看到的是考拉 也有可能会是袋鼠之类的其他动物 还有就是官网标注的价格只是最低价格 一般来说是很少有时间能订到那么便宜的价格 尤其是周末或者假期 像库西拉这次订的动物房就是800欧比左右 虽然听起来还蛮贵的 不过我特别的看了一下 同时间段市中心其他稍微靠谱一点的酒店也要300-400欧比左右 而这个800块除了可以直接在房间里面看到考拉以外 还包含了一个中间庭院里面的动物栖息地巡游 除此之外最过瘾的就是在住宿期间 还可以通过便捷通道随意进入旁边的塔荣嘎动物园 以及一顿早饭和一顿晚饭 在去吃晚餐之前咱们就要先去参加这个动物巡游 会有专业的导游给咱们讲解一些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 首先来迎接咱们的这个像刺猬一样的动物 就是2000年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真眼 这个走路略显呆萌的小家伙并没有牙齿 平时主要依靠一根长长的舌头以蚂蚁为食 除此之外跟着导游咱们还可以看到各种有特色又可爱的动物 还可以学习到一些关于它们的冷知识 比如这种小袋鼠就可以在怀孕期间需要喘口气的时候停止妊娠 还有一个酷吉拉想考考小伙伴们的就是考拉全程都是灰色 但是为什么屁股是白色的呢 正确的案就是为了趴在树上的时候可以伪装成云彩的保护色 不过至于这是不是导游忽悠我的那就不知道了 现在动物群游已经参加完了 但是在开始吃晚饭之前咱们还得先回去换个衣服 因为它这个晚餐的地方比较正式 有着装力咱们需要回去先换一个比较正式的衣服 怎么样看起来正式不 没想到一百多期都没有换过衣服的裤架 今天居然被他们给逼着换了衣服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赶紧去吃了 它这里的晚餐呢是三道菜可以选 一道前菜一道主菜一道甜点 前菜副家点的是煎袋子还有这个牛脸肉 然后主菜点的是和牛非力和这个鸭胸肉 而最后的甜点点的是一个米胡丁和一个巧克力蛋糕 但是在菜上来之前咱们可以先喝一点酒 尝尝看什么味道 迷迭香不是一味香料吗 喝起来就是特别的酸 然后后边有点迷迭香的味道 它这个好像是迷迭香泡在福特家里面 然后把那个迷迭香泡出来的那个味道 接下来就来尝一尝的这个 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吧 就是一勺的寿司 里面有鱼子还有炸虾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它这道菜总体是那种 炸虾寿司的感觉 但是点睛之比就是那几粒鱼子 咬下去之后满满的那种鱼子的鲜味 接下来就吃个面包垫垫肚子 我每次一吃这种面包在抹黄油 就想到了飞机餐 就不知道为什么坐飞机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面包抹黄油特别的香 有没有有同感的小伙伴 吃起来那个口感和味道 都要比飞机餐的更丰富一点 看起来是煎袋子 然后配了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咱尝一下 吃起来像甜甜的蘑菇 然后它这个看起来比较高端的 就是上面放了一层果冻一样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尝一尝它的味道 袋子煎的又香又嫩 然后配着甜甜的蘑菇酱 但是上面那层红色的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我真的吃不出来是什么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软啊 我以为这个牛脸肉应该是 比较有嚼劲的口感 没想到它应该是炖的比较久吧 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特别的软 就感觉吃到嘴里之后 轻轻抿一下就碎掉了 它这个迷迭香的酒 单喝有点奇怪 因为有点像香料的味道 但你配着肉一起吃 这就显得特别的大了 那种感觉就像你单喝花椒水有点奇怪 但是在配口羊肉就没错了 这个应该是五成熟吗 应该是低于五成熟吧 看尝尝味道怎么样 味道是不错的 但是吃起来就是牛排的感觉 并没有什么很特殊的 而且不得不说 这个高级餐厅就是讲究细节 你看它这个盘子上菜的时候都是已经加热过的盘子 所以这个盘子是温的 所以这个菜也不会凉 说此之外它这里面配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尝尝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这里面配的这个应该是烤大葱 应该准确的说是那种九葱 然后这个大葱烤过之后 配着这个肉一起吃 其实就特别有那个日式烧鸟的感觉 它这应该是鸭胸肉的经典做法 就是煎鸭胸肉配蓝莓酱 这个鸭胸肉吃起来特别特别的嫩 说起来我一直有一个疑惑 就是你看它这个鸭胸肉 其实呢应该也就是五成熟最多了 然后我记得我上网查过说这个鸭胸肉是不能吃生的 必须要全熟 但是我在很多高级的那种餐厅里面吃的那个鸭胸肉 都是一种半熟的 不过我是相信 它这种鸭子居然敢用这种做法的话 它是有保障这个鸭肉是可以半熟的吃的 但是在家里如果是自己买鸭肉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尝试这种半熟的做法 还有一点就是也不知道谁学谁 就是库家老觉得这个 这种西餐的煎鸭胸肉和那个烧鸭的搭配很像 烧鸭是也是配梅子酱 然后它这个呢是配蓝莓酱 配着煮菜吃呢 我还点了个主食 就是这个鸭油烤土豆 听起来就很香的感觉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虽然说它这个鸭油的味道没有很明显 但是这个黑松露的味道特别的明显 虽然说这个鸭油烤土豆吃不出鸭油的味道 但是我能知道大概它跟普通油的不同了 就是它这个鸭油烤出来之后那种粘稠度更高一点 所以它完全是那种一层在那个鸭豆上面 所以吃起来那个油脂的感觉就更浓更厚一点 说起来它这家餐厅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天黑了之后就特别的明显 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悉尼大桥还有悉尼科区的 最后终于该来吃这个甜品了 不过呢我是没有抱太大期望了 以我多年来的经验这种甜品十有八九太甜 小隔离非常的浓 但是呢就是太甜 接下来再来尝一尝这个米布丁 我觉得这个米布丁还不会那么甜吧 我真的太天真了 这个米布丁怎么说的挺好吃的 但是就是有点太甜了 这什么冰淇淋啊 这是风油精冰淇淋吗 刚刚顾佳特别的问了一下 它这个是开心果的冰淇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出来一股那种风油精的味道 讲真的这个开心果冰淇淋 我真的是欣赏不太来 总结一下他们家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不过这种高级餐厅吃起来就是实在是吃不饱 所以本来顾佳人想来他们的酒吧再续个摊 不过他们的厨房九点钟就关门了 现在只能在这里喝一瓶啤酒 所以咱们今天的行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明天这个套餐里面还有包一顿早饭和动物园的门票 所以今天咱们就早点休息 然后明天去吃过早饭之后就去逛动物园吧 小伙伴们早上好啊 现在库吉拉也起床了 烤娃拉也起床了 话说别人家的烤拉不都趴着不动吗 我怎么觉得我这只这么多动呢 还有你们是不知道 这个碎仔昨天晚上不睡觉 在那里叫了一晚上 话说烤拉的叫声真的没想到是这样的 推荐小伙伴们一定要去搜来听一下 不过这种早上起来打开窗户 就可以看到烤拉的感觉真的是太棒 那么咱们现在就赶紧去吃早饭吧 它这里的早餐是自助的 不能是有多丰富吧 但是该有的都有 像培根啊 香肠啊 煎蛋之类的 昨天晚饭就没有吃饱 然后想去买点其他吃的 它的餐厅又关门了 现在真的是饿死我 在这个早餐做的真的都非常的不错 咱们现在就要去逛动物园了 但是比较爽的一点 就是不用像一般的游客一样去排队 可以直接从这个度假村旁边的门进动物园里面 只需要按一下 塔伦嘎动物园饲养了340种超过4000颗的动物 这里小伙伴们可能没有概念 对比一下的话 洛杉矶的动物园是240多种 1400多只 所以可以说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物种 这家古老的动物园开源于1916年 除了拥有现代的设施以外 也保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建筑 再来让库西拉印象很深刻的一点 就是对应互同的动物 这里的建筑以及园区也会有相应互同的风格 除此之外 因为澳大利亚板块的独立 也孕育出了很多独特的动物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考拉和袋鼠以外 还有非常可爱的袋熊 不过它和考拉一样贪睡 一天要睡16个小时 所以如果是运气很好 遇到了醒的袋熊的小伙伴 可千万不要忘了拿起手上的手机拍上一番 还有一定要来看一看的就是这个黑色的家伙 这里库西拉想让大家猜猜他的名字 三个选择分别是塔斯玛尼亚巨鼠 塔斯玛尼亚恶魔 还有塔斯玛尼亚黑熊 没错 虽然他的学名叫做戴欢 但是因为第一批定居塔斯玛尼亚的欧洲人 以为树林中他们的叫声是来自恶魔 所以他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名字 就是塔斯玛尼亚恶魔 怎么样 意不意外 再来到了塔荣嘎动物园 有一个必须打卡的圣地之一 就是这个可以同时看到悉尼海港的场景路员 尤其是喜欢摄影的小伙伴 可千万不能错过 其实有一个库吉拉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就是把动物关在动物园里面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对的 虽然现在我还是没有答案 不过亲眼去看到了这些动物之后 我觉得或许正是有动物园的存在 才能更引起人们对动物保护的重视 逛完动物园最后来到这个礼品店的时候 如果是在这个度假村住的小伙伴买礼品的话 还可以拿到9折的优惠 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买一个这个动物园标志的冰箱贴 那么我们赶紧去结账了 总结一下呢 800多的价格绝对不能说是便宜 不过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的独特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那么我们两天一夜的动物园之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给个一键三连哦 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